12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东运中心举行媒体开放日 单板滑雪U型场地运动员蔡雪彤、刘嘉宇接受连线采访 蔡雪彤、刘嘉宇同样有三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 面对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他们都想在家门口把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 这一届因为是我第四届了嘛 我想以一个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它 对,然后尤其还是在家门口比赛 我的目标就是把我想要完成的那一套动作在北京上发挥出来 我中心目标是奥运会嘛 所以说就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调到奥运会的时候 然后在奥运会的时候能够展现出自己的 划出自己的风格,然后做出自己的特色 单板滑雪U型场地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特别是在女子组比赛上 中国选手多次晋级冬奥会决赛 平昌冬奥会上刘家宇获得一枚银牌 平昌冬奥会后满身伤病的刘家宇选择继续坚持 他说这四年就是为了让这个项目有传承 在家门口能再创佳季 这一届在中国举办也是我为什么要继续四年的原因 我觉得作为单板队的老队员 然后也有义务去传承要带领新的小队员们一起 然后呢同时也在希望可以探索一下自己的极限 然后能够在自己家的奥运会场地上 然后争取再创佳季 刚刚取得世界杯冠军的蔡雪彤表示 经历过三届冬奥会后 这一次要以放松的心态去玩一下 更多的是放松吧 我觉得首先很难 就是因为面临大赛的时候 这个压力是不断地在增加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放松下来 对我是想这次比赛是像我刚才讲的是 用另一种心情去比 因为这是我第四届嘛 四四就十六年你知道 就是我觉得没有机会让你再去紧了 我觉得还不如放松地去玩一下 去感受一下真正就是去感受一下奥运会吧 这样